大家是幾共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哈囉哈囉,大家好 ! 今天是2022年9月26日 刚刚有一宗香港的新闻 长沙环罕见了 有个田螺车的事故 由天桥飞出来 司机就救不上了 很难说可不可见 又有天秤事件 又有那些歪耳阿姆事件 这些不是什么可见的事情 今天是和大家继续讨论一下 杂乐理想黑强主政的问题 就是唐若开冷门 而且还要是很冷门下的冷门 因为很多事情 就看你怎么演绎 怎么推论 就例如这个朱平 为什么 当时就说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国了 一定是权斗很厉害 他又出国给你看 到他出国的时候 华国锋模式 林彪模式 就是我们说 历史是不会简单的重复的 因为为什么 后世的人都会有所提防的 尤其是以朱平的特性 施权如命 他又怎么会不提防呢 就是除非 你都可以这么说的 他突然间拍甘讯 开始手振 否则的时候 我想不到 他怎么会不提防 这件事 反之而我觉得 不停这样 可能是明天更好基金的 梳子 说的就是 嗯 他权力不稳 诸如此类 不停 为的就是要 让他露面 为什么要让他露面 都不用说了 薄浪沙 是不是 事实上 对于朱平的这个 荆柯次近平 都不是第一回咯 你都见到 傅政华 孙力军 那些 周永康那些 为什么被重重地去 下了这个判书 还要在二十大之前 那当然就是 立威啦 只不过你说立威 为什么不出来露面 立威不用露面的 这方面 就是在权斗来说 朱平是祖师爷的 当然他是祖师爷啦 难道是江泽民 你看都看到啦 现在 很明显 2012年的时候 能够避过了江泽民的法眼 然后占据到这个位置 斗倒了这个薄熙来 就是一方面 你可能会觉得 习近平 他经济上 就真的 没什么建树 喂 毛泰祖一样 没什么建树 但是到最后 毛泰祖和刘少奇 谁赢呢 是阿毛毛嘛 为什么毛泰祖能够赢呢 不在于他的经济政策 也不在于他的民心所向 在于枪杆子出政权 红富子出身的朱平 又怎么会不清楚这件事呢 当然就是 对于军中的清洗 是一轮两轮三轮 不停敢洗 至于你说 为什么香港突然之间放宽了这么多呢 0加3 这个也是合乎我的预期的 我都说阿凡 是吧 只不过 他又早了一点 我是想着他二十大之后 似乎有些东西他又等不及 我还没看到是什么 更何况 的而且确 上合当日 就是那个乌兹别克 那个会议 他是匆匆地回去的 但是这件事 对他来说反而是有利的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国内真的 有些什么变动的时候 是他都震不住场 理论上 他是应该挨扮这个普京的 那当然 就会好像战国时期 他又等于范污奇那类 那普京呢 其后也都会将他的首级 送返国内的 那当然要谈一谈条件 那问题就在于那个身价 你说 中共的内部 就是称一称这个朱萍的身价 如果假设 你这个这么冷门的 又真是冷门开出 这个政变 就真是成功的时候 那你就要问一样东西了 到底朱萍 假若他在俄罗斯的时候 有些什么 是会令到那些元老级别 是宁愿要和这个普京交易 就是可能送钱他用什么都好 都想要这个朱萍的首级呢 就必然是说朱萍手上的花明冊 到底有些什么 是他那边的人 盘根挫折 这个是不得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朱萍由2012年开始 对于这个禁军 已经清洗过很多次了 只要稍微有些少影响力的 尤其在军中 哈 文官反而呢 他就没有拿得那么紧 但是在军中来说呢 他可以说是洗完又洗 基本上就等于他的东西二厂的 而已 所以一旦开冷门的时候 对于朱萍最好的方法 就一定是先行在普京那里暂备的 而这一个版本如果开出来的话呢 对香港是最不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代表着一定是会大打出手的 那结果你看到不是的 就是又晚恨了 他就连夜这样就赶回去了 连上合峰会那餐饭都不吃 反而有机会呢 就是普京有这个沙皇墨令给他 事实上普习会的主角是普京和习近平 那他两个耐了些什么就不知道了 只是知道普京发光了 那朱萍回到北京的时候 就是万一啊 万一真是你说开超级冷门 再冷门到不冷门的那个option 他又真是没有防备哦 真是有本能子之变哦 積田信奖被这个明智光秀拿下哦 最出名最累近的一个政变就是这个了 就不是什么华国锋模式 朱萍没有华国锋那么弱啊 你能够类比的 就只有本能子之变的 就不知道谁是明智光秀了 事实上我是看不到 这个中共的内部有些什么人 是有这个权势可以做得整这件事 但我这里是讲后续的 万一真是这件事成功了的时候呢 那就有几件事情要处理了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普京之间的关系了 哇 随时普京的蛋头啊 啊未必是对着乌角的哦 对着北京就有份是吧 就是答应那么多东西 还没找到钱都已经算了 就是想着大家都极权者啊 你在北京都叫做吃得开的啊 哦原来一旦落马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 那你说了 以普京的性格会怎样做 随时啊 可能漏夜就跟扎连斯基签个和约 转下手啊 他那些预备役就会开入北京城啊 到时斩瓜切菜咯 你遇到的是一批只懂得捷皮 和跳舞的子弟兵啊 那帮少爷仔啊 两三下手势相信啊 就已经入到紫禁城了 那另一方面的就是啊 这个叫做登集会 有些就叫拜集会啦 就是已经定好了二十大之后的日期了 那到底是去开会啊 定不去开会啊 更何况 最重要要看的似乎是美国的手影 为什么啊 一旦有情报 消息最灵通的 就理论上应该是阿登登登登登 所以有什么事的时候啊 第一时间口风会转变的 就一定是登登登登登莫属啊 而第三个要处理的问题啊 那我就要拿回这个明朝朱元璋时期的事情去说了 当时朱元璋呢 就有这样 历朝历代都因为可能是外戚啦 又或者是哲道士啦 或者是亲王啦 他们的权力过大 所以其后他才设立了六部尚书 再打散了所有的文官体系 这个就是为什么万历十五年的出现了 竟然可以不上朝的时候呢 那个bureaucracy仍然在继续运作的哦 潮征 是好像有个AI在继续处理那样的哦 因为每一个人 他都没得说完事的 互相钳制 而习近平和朱元璋相似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本身也是极权者 也是非常之猜忌的一类人 所以是不会容许有任何的势力做大 一早呢 就已经将这个公检法的体系洗完又洗的了 那试问 假若真的开冷门的时候 是有谁有这个政治能量 可以韩服得到 朱平手下的公检法体系呢 以朱平的性格就一定是有很多道物照 而这些物照啊 是说的 当某年某月某日 你见不到有什么回响各样的时候 你要有什么行动 所以 有些人就说有老人帮啊 有些人就说有江系那些啊 那万一他们真的要 谋求这个这样的政变的时候呢 那一者没有大局为重啦 因为一定乱的 而且还会很血腥 就不是 现在看下去 啊 杯酒式兵权没有这些东西的 一定是你死我活的 二者就是 如果失败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现在 都叫做九十几岁 可以安享晚年了 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时候 为什么呢 我很记得有一句的 不改革則亡党 改革則亡国啊 那无论是党也好 或者是国也好 以九十几岁的那些政治老人来说 他们是有些什么 值得他们去落这个赌注呢 就是so far我是看不到的 你如果说爱国爱党啊 各样 那行了 就是不用说了 是没有可能的 一不爱国 二不爱党 钱你爱了吧 当然爱啦 但是会不会没有这么大的风险呢 到时可能连手头那小小都没有了 意思就是这样了 至于你说 为何朱平 神仁不露面这么多日 一者他惯常都是这样做的 二者当然是防二十大之前有什么差错啦 我说维持原判的 如果他不是一早已经安顿了国内的局面呢 他是段段没可能去见普京的 那当然啦 不排除他真的拍甘讯的 就是这样啦 好今天讲到这里